为了避免街友在外面爬爬灶的感染风险 新北市社会局启动安心好住专案 从5月中旬以来陆续劝导65位街友入住三间中途之家 并且安置92位街友入住安心旅馆 在入住前都会严格把关进行快筛 入住后则依防疫规定 包括给予新的衣裤换洗 每天早中晚量测体温等等 我们会先提供他衣服跟裤子 那都会跟街友说你们先去洗澡 那新北市政府那边也会定期派车 来在个案去快筛中心做筛检 那我们这边的原则就是 一定要做快筛完成的手续 才会帮助他们入住到旅社这边来 新北市街友外展中心主任张哲隆表示 街友入住之后 都会每天关心他们的身心状况 以及提供三餐 在整个过程中都会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希望每一位街友都能够在安心旅馆中 保持健康一同防疫 入住这边的首要 我们会先进行快筛 让有快筛过陈阴性的街友 安心的住进来 那进来之后 我们有提供一些民生的生活必备品 那也有提供他们三餐 那让他们住在这边可以安心的躲避这一波疫情 新北市社会局表示 非常感谢外展中心一线社工和所有工作人员 不计风险到各地街友常出现的地方关怀访试和劝导 直到目前一共有157位街友都已经安排在中途之家和安心旅馆入住 让他们避免在外的感染风险 保护街友也保障民众的健康安全 记者陈晓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